現在我們要來寫程式的 那剛剛那個如果老師您不要就把它關掉 那我現在就把這些都丟掉了 我只留開發板就好了 就是你剛剛的程式 當然你再開一個block你也可以 那我這邊先丟掉 這個遙控器暫時先不用 給丟掉 我現在只留開發板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設備 是不是叫LED點擊證 所以硬體先解決 有一個開發板再來找左手邊 是發光元件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叫LED點擊證 你要告訴他你腳位接在哪裡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把這個LED點擊證的第一個 紫色的這個丟出來 那我們現在剛剛接的是什麼 16 14 跟05 跟05 所以我現在接在這三個腳位 直接在這三個腳位 你也可以參考我們簡報上面 我有寫 好 如果呢 你這個硬體設定好了 一樣 LED點擊證的通通都在這裡 你就拿第二個積目出來 第二個積目 LED點擊證的第二個積目 拉出來 這樣就好了 現在我們就來執行看看喔 你看這邊 我已經接上去了 你就按執行 如果不會笑的不能回家 這樣有沒有笑了 它這個LED點擊證總共有 64顆啦 就水平跟垂直各8顆 那它也可以做動畫喔 所以如果老師有完成了 你可以先偷玩一下 我先玩一次給你看 你在這邊喔 現在是笑對不對 你看這裡 它有幾個可以做動畫的方式 第一個 你可以有不同的圖案 丟到這裡面來 這是做動畫 也可以這樣我們外面 好碼燈 也可以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動畫的 我就把動畫丟進來 然後你要什麼樣的形狀啊 除了 反正這個號碼 你看不懂嗎 我們現在先暫時不解釋 但是呢 它這裡面 你可以選擇 你要英文的 要數字的 還是要圖案的 還是要自己畫的 都可以 好 那我就先丟幾個 比如說我要丟一個數字的 我就丟在它後面 然後呢 我要丟一個 圖案的 就丟在這裡 有沒有很多種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 這樣子 假設我加這個好了 那我就play看看喔 你看我把它play一下 笑臉玩有沒有變動畫了 對不對 動畫的速度快慢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決定 就是這裡 動畫裡面它的單位是毫秒 所以是 1000毫秒等於1秒嘛 所以100等於0.1秒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快 你可以切到0.1秒 就是切到300 在這邊我們把它變300 好你看 讓它的動畫變慢一點 有沒有變慢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動畫要更多怎麼辦 不夠 這時候就可以搭配我們這個 齒輪 齒輪 按一下 再丟一個變速進來 有沒有多一個可以用 再丟一個 相反的 如果太多 就把它從這邊丟出來 好 那用完了再把齒輪按一下 這樣就好了 欸 所以 它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你可以像這樣 欸 可以很輕鬆的 就做到動畫 那你不用自己去做這些內容 那我們下次還會再有一些體驗 再讓大家玩玩看 因為這個其實可以玩很多 欸 這個可以玩很多 像比如說我上課 我就玩剪刀石頭布啊 對不對 你看可以自己製作形狀啊 然後呢 我們冰果啦 還有那個骰子啊 都一樣的 其實撲克牌也可以這樣吧 哈哈 好 因為我們這個LED點擊證 它最多可以顯示90 等於到數字99嘛 兩位數的 那你就在兩位數裡面 我就可以玩很多 你就可以玩 當然你做動畫 做跑馬燈 就可以讓那個變長 就可以讓它顯示內容更長 OK 好 所以老師先玩玩看喔 啊 真的 要能夠微笑才可以回家 哈哈